所以一来临着 你看 比喻众生生力三毒三丈 无比重罪 用这个作比喻 三毒 贪嗔痴 三丈是货业苦 迷惑是障碍 造业是障碍 受暴是障碍 在怨宵三丈 主烦恼 三毒后头还有两个 还有慢 还有矣 这两条在现在 我们看到它起作用 起作用很可怕了 傲慢起作用 火山爆发 地震 傲慢起作用是地震 火山爆发是 称会起作用 傲慢是地震 不平 欲吃 山崩地县 那这什么呢 山跟大地都应该是坚固 现在变成松 软了 很容易打露成的海底去 我听说 在国外也有 这个大地突然陷下去了 甚至于呢 这个大路整个沉到海底去了 这很可怕的事 这很可怕的事情 它变软了 变松了 这是什么 这是怀疑 疑心 如果你有信心 坚强的信心 这大地是坚固的 山不会崩塌的 土石流这个名词 我们在过去没听说过 新的名词 大概在最近二三十年才听说 以前没听说过 哪听说 水石流不懂啊 那什么 山松 软了 经不起考验 下一点点雨 就山崩地裂了 所以 意念 改变一切 如果我们对自己怀疑 对别人怀疑 常常有怀疑的疑心 我们的免疫系统 就有问题 很容易感染疾病 那为什么 你身体不健康 人有坚定的信心 就有很好的免疫能力 这病菌的时候 不容易侵犯你 信心多么重要啊 过去 我们把这两个字都疏忽了 现在看的现象出现了 你看 许许多多人 得的奇怪病 你细心去跟他接触 你看看 他有没有信心 他完全没有 你就晓得了 疑心很重 对人 对死 对无 通通怀疑 这个不好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个 大臣教里面所提出 这根本烦恼 贪嗔痴慢 也根本烦恼 其作用 那就是灾难 对于个人来讲 是疾病的 对你居住的山和大地 就是灾难 因灾难者 与众生念佛之心 这个灾难 一颗树 能够改善 四百里这么大范围的 一领灵 这也是 为我们提供一个信息 邪不胜真 四百里的伊兰灵 邪 一颗战坛树是真 邪不胜真 他就能改变战坛灵 才与陈树者 为一切众生 但能疾念不断 一道成半夜 这个疾念不断 就是大师之菩萨所说的 独舍六根 禁念相继 念佛功德 确确实实 不可思 我们要对他生 坚定的信仰 不能怀疑 坚定的信仰 我们现前得的利益 身心健康 可以说 悲病不生 健康常生活 那么你居住的环境 就像战坛树一样 居住的环境 这个地区不造灾难 如果是照这个比喻的话 你住在这个地方 周围 周围 四百里这个地区 没有灾难 一个人修行 可不可能 真可能 这个事情 决定不是假的 科学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数据 告诉我们 现在地球上的总人口 大概是六十五亿 以总人口 百分之一的平方根 大概是八千人 还不到一万人 如果有八千人 真正回头是岸 真的就能把整个地球都救了 这个给我们一个好的信息 我最初听的这个怀疑 以后想想 这古人讲了一句话 邪不神真 这个地方又遇到了一个证明 四百里的战坛 战坛林 一棵战坛树 一栏林 一棵战坛树 就能改变到 这个地球上 有八千个 真正念佛人 如法的念佛人 就能拯救地球啊 我们可以相信啊 确实不可思议 就能改变到 这种地方 自然有八千人 不装 论